领基础 学IT 月薪过万 就来黑马程序员 黑马程序员 成就IT黑马 那么今天呢 学习的内容呢 叫校基础 校基础呢 是就业班校进阶的一个前例条件 先呢 把一些校基本的东西呢 来做一个了解 今天的校基础课程呢 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呢 是关于校 第二个呢 是校的进阶操作 那么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 叫关于校 关于校 什么是校 那什么是校呢 校的话 它只不过是一个名字 这个只是一个名字 翻译成中文呢 就叫做外壳 或者说壳 它是一个用C语言编写的一个程序 也就是说校呢 它其实是一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用什么语言开发的呢 C语言 它呢 是用户操作这个 Ninux系统啊 它的一个桥梁 很核心的一个东西 那C语言的话 我们有没有见过呢 其实大家已经见过了 装什么样子 我们在这个地方敲的这个命令 比如说 LS 那它就是一个C语言 它就是一个C语言 它呢 是我们和Ninux沟通的一个桥梁 我们要想去列出这个目录 那我们就得通过 LS这个命令 LS这个命令呢 它把这个命令啊 传递给内核 内核呢 把对人的东西给我们列出来 所以说它是沟通的一个桥梁 既是一种命令语言 也是一种程序设计语言 那其实我们之前讲的这些命令呢 就是前面这个范畴 说希尔是一个命令语言 那我们之前学的是不是都是一些命令呢 那又是说 它又是一种这个叫程序设计语言 那么今天的话 在学的时候呢 大家就能体现出这一点了 希尔的话 我们可以呢 通过一些指令 来实现一个很复杂的操作 那么很复杂的操作呢 就是由一个程序去执行的 所以说它也是一个程序设计语言 这是第二个方向 这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啊 叫程序设计语言 希尔呢 是指一种应用啊 这个地方说了啊 它呢 这个应用呢 提供了一个界面 用户呢 通过这个界面来访问内核的服务 其实也就是说 它呢 是一个命令语言 是个命令语言 就验证了我们前面说的 那么程序语言的话 之前没有接触啊 所以感觉比较粗向 当我们把今天后面的东西呢 看完之后 就明白了什么是程序语言 这个就是希尔 我们之前建的前面令行 它就是希尔 不要认为说希尔这个东西 没接触过 接触过了 苏的一些指令 全是希尔 都是希尔的范围 那么希尔的话就是这个概念 那么什么是脚本呢 脚本的话 学过编程的同学可能知道什么是脚本 那没学过的呢 玩过游戏吗 大家 外挂见过吧 这个外挂的话我们就称之为叫脚本 外挂它就是一种脚本 那么所谓脚本的话 简单的说呢 就是通过一些简单的命令 这个命令呢 可能是一些文字命令 也可能是一些其他命令啊 通过这一些命令 那么这些命令呢 是能够看得到的 是能够看得到的 比如说 我用这个基石本打开 查看 或者说编辑 这种就称之为叫脚本 那么游戏脚本的话 像这个外挂啊 那么我们能够用编辑器打开呢 其实编辑器可以打开 但是打开之后的话 里面东西呢都是乱的 为什么是乱的 因为它呢 使用的这个 使用的这个编程呢 可能说并不是像我们这地方所出的 这个脚本比较简单 它呢 有一些脚本可能需要去编译的啊 编译之后才能去执行它 那么编译之后的话 它就显示乱码了 但它也属于脚本的范畴 那在目前的这个市场环境下 哪些脚本呢 是比较常见的呢 给大家列了一些 那么这些脚本的话 应该是目前上市面上比较常见的 或者说 做技术的呢 应该都知道的 第一个呢 叫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呢 我们简称它叫JS 简称叫JS 叫JavaScript 这个呢 是目前用的最多的一个脚本 但凡是你从互联网上打开一个网页 那必须得有这个东西 必须得有这个东西 那么举个例子 打开一个网站 我们就打开这个阿里云吧 随便打开一个网站 然后呢 查看它的原代码 查看网站原代码 那么在网站原代码里面 我们就能看到一些东西 Script 脚本 Script这个单词的含义就是脚本 那么这里面这个写的呢 它就是JS 就是JavaScript 所以但凡是一个网页的话 你看这里面 Text JavaScript 这也是JS 那么这里面JS 除了这些还有很多 我可以搜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多少个Squirt的关键词 673个 673个 所以它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 你看这里面呢 都是引入 那么这里也是JS 那只不过呢 它通过外部文件的形式 把它拿过来了 这个呢 是使用量最多的一个脚本文件 叫JavaScript 第二个呢 叫VBScript VBScript的话 现在可能建的已经比较少了 它是微软这边呢 去提倡的一个脚本文件 叫VBScript 然后后面呢 还有ISP JSP和PHP 这个呢 就是我们传说中的3P 传说中的3P ISP JSP和PHP 但是ISP呢 现在已经算是没有了 已经算是没有了 已经基本上你看不到了 除非有一些很老很老的网站 它不想升级 比如说有一些 有一些啊 像这个 级别比较小的 乡镇的一些官方网站 它可能呢 这个网站呢 是外包出去的 人家还给你始动 这个很老的一个ISP 还是有的 但这种呢 毕竟在少数啊 基本上 到位大眼的网站 你就看不到ISP了 然后JSP和PHP 这两个呢 应该是目前 在互联网行业里面 做web开发当中 用的最多的两个脚本语言了 JSP和PHP 那么这两个主意 它属于后端的脚本语言 后端 那么说这个JSP呢 JSP呢 它是指前端的脚本语言 后端呢 所谓后端就是服务器端 是由服务器去解释的 而JSP呢 是由浏览器去解释的 这两个含义不一样 JSP和PHP 这两个目前是用的最多的 那以后大家在做这个网站运维的话 其实你接触最多的这个代码呢 基本上都是JSP和PHP了 如果做网站运维的话 基本上要跟这两个语言拿交道 然后后面呢 Social Social呢 叫Standard Query Language 叫标准查询语言 它干嘛呢 它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数据库操作语言 主要是操作数据库的 那我们在后面呢 有一天买Social的这么个课程 那么买Social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去学习一些简单的Social语句 因为运维呢 它也有数据库运维 也要去负责这个数据库 所以一些基本的语言也得会 后面还有Pair Pair的话 Pair呢 它也是一个脚本语言 这个脚本语言呢 有点类似于谁呢 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这个叫Python 有点类似于Python 它呢 既可以做这个命令行的CS CS这种形式的一个小一窗的这个窗口 比如说这块 就是说Pair的话 它也可以写这种命令 也可以呢 做这个网站的一些脚本 都可以 它是两面都行的 Pair 然后Shield Shield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这个脚本叫Shield 可脚本 然后还有Python Python的话目前是火的不要不要的 所以大家应该都听过这名字 Python和Pair呢 有点相似 也能支持命令行 也能支持网站的这个脚本 都可以 然后Ruby的话是应该是日本人开发的一个语言 也是一个脚本 然后呢还有JavaFX 还有这个LUA LUA的话现在呢 做这个游戏的比较多 做游戏的比较多 LUA 那这些的话就是目前的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一些脚本 一定要记住GSP和PHP这两个东西 还有这个GS 以后会频繁的用 频繁的去接触吧 我们接触的就是GS和P GSP和PHP 至于这个GS呢 就不用管了 GS的话上不上线 它都能运行 上不上线都能运行 但是GSP和PHP不行啊 GSP和PHP必须得有环境才能去运行 而这个环境 可能就需要我们去搭建了 至于这个GS 但凡只要你装了软件 那就没问题了 上面呢 有这么多脚本啊 那么为什么在本阶段呢 我们要去学习这个西奥脚本呢 为什么要学习它呢 主要是有原因的 那么首先呢 Linux Linux这里面的话 它默认自带的 就是能运行的 这么多脚本里面 自带能运行的 西奥 西奥 还有这个Pale 它也能运行 只不过Pale呢 是一般的这个Linux 它会去自动给你装这个软件 自动给你装那个软件 那么装好了之后 也能运行 但是这两个相比的话 西奥呢 会更加强大一点 所以这块呢 一个呢 是这个原因 西奥的话 它属于一个内置的 西奥 属于 内置的一个脚本 但凡你有Linux 即使你是最小话安装 不带面量 不带这个桌面 它也能执行 所以这是个内置的脚本 第二个呢 是开发效率高 使用西奥的话 它能够提高我们运维的工作效率 Ely的功能强大命令 可以迅速的帮我们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 这里面呢 它说的是开发任务 其实呢 不仅仅是开发任务 包括我们的运维任务 都可以去快速的完成 以前那我们可能说 要写很多命令 执行完这个 再去执行完那个 全是手动敲的 但是呢 当我们学了西奥之后 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 根本不需要啊 直接写几行命令 就能把你之前做的事全做完了 而且是你只需要执行它 后面呢 你就不用管了 所以它的操作呢 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用一个词来去形容它 就叫做执处理 当然执处理只是它的一个简单体现吧 它一次性能够处理很多东西 所以称作为叫执处理 执量处理 就这意思啊 这个的话 是为什么要去学习和使用效 也就是它的一些优点吧 一个呢 它内置 不需要我们再去安装什么 第二呢 它的效率很高 那如果说非得再次说第三个 好处 多决定好处 那也可以啊 它的语法 比较简单 然后呢 代码 说优雅的话算不上 说优雅真算不上 代码的话 写起来呢 还是比较轻松的 比较轻松 也就是简单易学 简单易学 咱们做运维的话 你不可能什么语言都不学 你至少得学一点点 开发语言 所以这个呢 就是 这样不错了 把容器了 简单易学 那么常见的西奥的话 我们在西奥这里面呢 上面有很多脚本 下面提到西奥了 那么常见有哪些西奥呢 西奥的类型有很多 在Ninux中里面 有很多西奥 因为我们Ninux本身有很多分支嘛 它有很多西奥 不同的西奥呢 具备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 西奥还决定了脚本中的 函数的语法合适啊 那这个不同的话 肯定是不一样 其中呢 Ninuxmore的西奥呢 就是我们要讲的 这个叫beam西奥 beam西奥 注意这个beambass beambass这个目录的话 它是一个 这个路径 它是一个文件 beambass是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啊 一定要记着 这个一定要记着啊 因为以后我们每一次 在写西奥的时候 都需要先写它 每一次在写西奥的时候 都需要先写它 所以这个路径 一定要记着 千万不要记错了 记错了 你这个西奥写出来 就不是一个合法的 合规的一个西奥 beambass 这是一个文件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有没有这个文件啊 ls beam 还是一个什么颜色呀 绿色的啊 绿色的说明它应该是 可执行的 是吧 你看 x x x 所有用户都能执行 这个路径啊 一定要记着 那么现在呢 流行的西奥呢 有这一些 有ish bass ksh csh zsh 等等 有这么一些 常见的西奥种类 不同的西奥呢 都有各自的特点 以及用途 啊 这是列出来 有哪一些 然后还有这个路径 一定要记着 那么 csl csl的话 说一下 csl其实就是 使用类c语言的语法 类c语言的语法 那么具有c语言的 风格的一种西奥 类似于这样的这个脚本呢 其实还有很多 其实还有很多 其内部命令呢 有52个 较为庞大 目前用的并不多 已经被 bin pc sh 取代 知道有它就行啊 第二个叫 kj ksh呢 和cc一样啊 具备了什么 c笑的医用特点 然后呢 许多安装脚本 都使用了ksh ksh里面有42个 内部命令 与bias 相比较 有一定的限制 就是说 它呢 和我们目前在使用的 这个bias的话 相比较 还是有不足的 所以这个的话 现在也 用的并不是很多了 tc笑 tc笑的话 这地方说了 它是被tc笑取代的 那它就是tc笑 tc笑呢 是c笑的一个 增强版 与c笑完全减容 也就是 换汤换换药 升级了一下 我们可以称作为叫c笑 plus c笑增强版 后面的话 还有叫sh sh呢 是一个快捷方式 已经被bias取代 也就是我们要学的bias 相当于是 它这个升级版 它这个升级版 然后 no log in no log in呢 它也是一个笑 no log in 它也是一个笑 这个笑呢 以前可能 见过这个单词 它本来的含义叫 是指 让用户 不能登录到 操作系统 在哪见过呢 咱等一下 对 passwd在里面 看看 我们搜一下 打开这个文件 打开文件搜 这样比较好一点 VRM 然后 so no log in 是不是root 后面这一堆用户 都不能登录啊 那这个呢 它也是一个笑 表示用户 不允许登录到 操作系统 表示用户 不允许登录到 操作系统 这么一个操作 这是后面这块 那当我们一个用户 创建好之后 在创建的过程中呢 如果不带任何参数的话 它其实是允许登录到 操作系统的 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后 那么后面这几个用户 是不是当时我们自己创建的呀 它默认的笑 是不是 变败子呀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路径吧 对 说明它可以去执行这个笑 但是我们上面这些都是 sbin下的 能login 说它不允许登录 那如果说我这个地方 也想后面这两个用户 假设我不想登录的话 那是不是得改它的笑 把它改成sbin下的 no login 那之前呢 刚好我们没有提到这一点 因为当时没有讲到笑 那么现在谈到笑了 那现在的话 我如果想要把aop这个用户啊 把它改成 不允许登录 那这时候咱怎么去改呢 因为修改用户嘛 所以呢是user mode user mode 然后呢修改笑解释器选项是-s s就是笑的含义啊 -s指定一个新的解释器 也就是新的笑 新的笑呢叫sbin下面的no login 然后改一个用户 假设我们改了fp 改完之后看看 有了吧 有了好 那以后呢 aop这个用户呢 就不允许登录到我们的计算机了 就不允许登录到计算机了 这个呢是针对我们之前呢 用户修改地方的一个 先补充一下 补充这么一个操作 它呢是可以去更改用户是否可以登录的 -s这个选项 然后后面的话还有zsh zsh呢是目前年纪之中呢 最庞大的一种系统 它的指令更多 有84个内部指令 那么刚才呢在52个这个地方呢 已经说是较为庞大了 那么现在一下又多来了一大半 84个 使用起来呢比较复杂 一般情况下不会使用该系统 因为用起来太复杂了 咱说学习这个sial呢 主要是说冲着它这个 易学 语法简单 这些特点来学它的 因为这东西呢 咱也并不是搞这个sial开发的 sial只是我们说做运维的一个辅助手段 所以肯定是要简单容易上手 像这种的话 那直接就给它干掉了 你虽然说命令多 复杂 但是不用 最后一个呢就是bass了 那么bass呢 大多数Ninux系统中 默认使用的sial 大多数系统中 默认使用的sial 这也是为什么说 我们在这块的话 后面我们继续讲这个叫basssial 而不去提其他的sial 因为这个的话 在很多系统里面都通用 basssial呢 是谁谁的一个免费版本 那这个软件是一个免费的 它不输费 最早呢是unixsial 就是它的雏形呢 之前是unixsial 现在呢已经变成了ninux 然后bass还有一个特点 可以通过hial方面来查看帮助 包含的功能呢 几乎涵盖了sial的所有功能 所以说sial脚本呢 一般的sial呢 我们都会在指定它呢 为执行路径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 写的这个sial脚本 都会用bass去执行 而不会说用什么zh zsial啊 然后nogin啊 sh去执行啊 一般都会用它执行 那么hial本命令呢 咱可以看一下啊 直接输 hial本就可以了 它就会告诉我们 我们当前系统里面啊 有一些层见 可以使用的一些命令 有哪些命令呢 给我们列了一下 有这么一些指令 就是在写校脚本的指令 有这些指令可以去用它 当然除了这些呢 还有其他的啊 它只是给我们列出来一丢丢 这个是bass校 那以后的话 记住 我们学的校是bass校 千万不要把名字记错了啊 学完之后别说 什么校 sh 为什么说sh呢 因为sh和我们这个 bass校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 千万不要说错了啊 它已经是被我们 bin binbass给替代了 前面这块呢 做个了解啊 为什么要学习bass 不使用其他的 因为它是 Linux默认使用最多的一个 并且呢 它还是sh系统这个呢 它这个升级版本啊 所以用它的话 比较方便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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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